洛杉矶台湾会馆最近盛大邀请到700多个人 举办2017年年会计募款晚会 在会中还特别邀请到了中华民国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亿来主讲台湾的改革 尤其是最艰难的年金改革 借此来呼吁相亲相信总统蔡英文的改革决心 活动不只有颁奖演讲会上政务委员林万亿还表示 能在总统蔡英文坚持下一年多就通过年金改革 让政府免于破产相当难得 至于乔民最关心的司法改革 目前已经完成第一阶段 现在由林峰镇主导朝六大方向推动 包括司法透明化 另外林万亿还回答乡亲提问 金文处名称为何不改 是美国政府不准 演讲最后还强调民进党执政时代 恳请乡亲多多支持金文处与洛桥中心 东文新闻李重奥 叶红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解放 解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